中華隊副賽的第一戰 要碰上預賽A組三戰全勝的墨西哥 中華隊要派誰先發 總教練鴻一中早有想法 邵慶其實在臺灣 我已經跟他講說第一場是他投 所以也不用刻意去跟他叮嚀什麼 因為我剛剛也講 就是上一次他面對波多黎哥的時候 做禽獸他也是知道哪一方面該加強 哪一方面該注意 現在同樣的對墨西哥依然 同樣的方式去複製 那晚上我們看禽獸的時候 也是在這一方面稍微加強一下就好 今天練習狀況主要都是在調整自己身體 因為昨天搭飛機 所以把自己的筋骨熱開來 然後準備明天的比賽 其實前幾場墨西哥的比賽都有在看 然後其實他們打球力是還蠻不錯的 自己也有想出一套對戰策略 所以自己應該是準備好了 對 其實裡面的陣容 我打著我這小裡面我沒有碰過 對啊 所以 可是對於墨西哥打著拉美的球員 應該他們都攻擊習性應該都差不多 只是墨西哥應該會比較會去思考 所以他們出棒可能沒有 沒有波多黎克 溫瑞瑞拉那麼積極 這樣 所以特別會注意這樣子 許個願嘛 希望這一次中華隊可以順利 在闖進奧運這樣子 江紹興遇賽首戰隊波多黎克 先把六局指掉一分表現精彩 而墨西哥的活力預計更加的兇猛 考驗他的壓制能力 這時候情搜以及頭補之間的策略 也顯得更為關鍵 沐西哥被安排在中華隊之前練習 雙方有不少教練球員 寒暈打招呼 台幕大戰倒數計時 關鍵的副賽首陣即將登場 充足的準備之後呢 中華隊在明天就要迎接 超級循環賽的副賽 也期許能有好的開始 朝著東京奧運的本票邁進 以上是我來提醒小燕昌 黃華軍 我們在東京千夜做的採訪報導